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小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变成透明人后暴露本性 就连女邻居都没能幸免的科幻犯罪电影 透明人 以男主小明为首的实验小队 掌握着制作隐形药水的技术 但是如何复原却是个难题 所以小明只能在一些动物身上做实验 这天夜里小明灵光乍现 排列出稳定的动物细胞组合 小明就这样攻破了复原难题 于是实验小队马上复原了一只隐身的黑猩猩 军方很快得知了消息 要求高价收购这项技术 但是却被小明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如果技术被买断 军方很有可能谢梦杀驴 而且他还有个更加疯狂的计划 那就是在人类身上实现隐身后再复原 小明的计划得到了前女友 蔡萨和助手大庄的赞同 虽然这么做会遭到军方的报复 但是为了大把的钞票 他们还是愿意替人走线 于是实验小队在小明体内注射了隐身药水 并在三天后还原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小明如愿隐身 但到了夜里 也许是因为隐身后过于兴奋 小明整夜未睡 他来到了职业班的女同事的身前 狠狠地调戏了他一番 女同事虽然觉得有些异样 但并没有证据证明是小明所为 只好作罢 三天很快过去了 实验小队按计划给小明注射还原药水 但毕竟人类的构造和大猩猩还有所不同 在一阵挣扎过后 小明复原失败 而且强烈的疼痛 差点要了他的小明 菜菜和大壮表示 只能继续研究使人类复原的药水 并给小明制作了面具和手套 使他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刚开始小明还能安分地待在实验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明逐渐失去了耐性 药物的刺激 加上长时间自由被限制 使他暴躁起来 于是这天晚上 小明趁同事不注意 溜了出去 回到家后 小明偶然看到了 洗澡不拉窗帘的女邻居 于是她一不做 二不休 脱下了面具和手套 潜入到女邻居家中 把人家从头到脚欺负个遍 女邻居甚至都不知道凶手是谁 小明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 尝到甜头后 小明打算对前女友菜菜下手 但不巧遇到了菜菜和助手大壮 滚床单 小明气不大意出来 索性砸碎了窗户 逃之夭夭 菜菜觉得不对劲 便急忙赶回了实验室 发现小明果然不见了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菜菜准备向上级坦白 然后抓捕小明 于是连眼和大壮来到了上级家 但没想到的是 小明也偷偷地跟来了 菜菜他们前脚刚走 小明就切断了电话线 使得上级无法和警方联系 然后把上级拖入泳池淹死 这样一来 除了实验室的同事 就没人知道她隐身了 被药物和思域成昏了头脑的小明 打算把实验室所有人都杀了 这样她就能永远地隐身 逍遥法外了 回到实验室后 小明先是更改了大门和电梯的密码 使得大家被困在大楼内出不去 实验小队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商讨对策 他们一边寻找逃出去的方法 一边试图抓住小明 但是小明这个科学鬼才 不光拥有超高的智商 隐身之后还伸手脚件 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地领了盒饭 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此时的小明 俨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 在一通乱战后 大壮身受重伤 就连同蔡菜一起被关到了冷库里 眼看大壮奄奄一息 蔡菜集中生智 她DIY了一个超强磁铁 打开了大门逃了出来 而另一边 傻红了眼的小明 制作了炸药 打算炸毁整个实验大楼 蔡菜拿着喷火枪拦住了小明 对她就是一顿伤啊 但是关键时刻 火枪没气了 这让小明有了蠢息之机 正当她准备对蔡菜痛下杀手时 大壮满血复活 用撬棍偷袭了小明 救走了蔡菜 这时炸药突然爆炸 整栋大楼眼看就要被炸毁 蔡菜和大壮顺着通道向上爬 这时小明化身稍不死的小强 瞬间爬出来抓住了蔡菜 蔡菜一面假装顺从 一边拽爱住绳索 把电梯踹了下去 小明就这样和失控的电梯 一起葬身火海 此时警方赶来 蔡菜和大壮终于获救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影片前半段是荷幻片 中间是惊悚片 最后又变成了犯罪片 全程看起来紧凑无要点 小明最后的黑话 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如果人们真的能隐身 又有企鹅会坚守道德的底线呢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关注小美丽哦